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日韩矛盾有一段时间了 在未来一段时间 恐怕也看不到解决的迹象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 日本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 日本新天皇 德仁天皇 要进行他的加冕典礼 借这个机会 全球各国也会派相当分量的人 到日本参加这个典礼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外交场 那么韩国派不派人过去呢 韩国可能觉得 多少得缓和一下日韩关系了 所以韩国准备派政府总理 去参加这次典礼 这个分量也很足了 已经是韩国的二号人物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韩国总统府发言人 在讲这个事的时候 使用了一个特殊的字眼 让很多日本人感觉到 韩国是不是还要存心羞辱日本 他说韩国准备派韩国总理去日本 韩国总统文在寅 不能去参加日本新国王 德仁的加冕典礼了 哪个词用的不对呢 日本国王简称日王 是的 在我们惯常的记忆中 各国最高领导人的叫法是不一样的 英国叫女王或者女皇 咱们中国古代叫皇帝 俄罗斯以前叫沙皇 而日本叫天皇 但是韩国这次呢 不称日本新天皇 而称日本新国王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啊 是啊 长久以来 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 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 我们都只称日本国王 而不称日本天皇的 对于中国人来讲 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典范 礼规定了每一个职位 你应当叫什么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呢 春秋战国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皇的 我们只有王 本来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王 后来到战国了乱套了 大家都叫王 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 他觉得王这个名有点跌分了 虽然夏商周最高领导都叫王 但后来叫王的人太多了 所以创新性的秦始皇 提出了一个皇帝的称号 把三皇五帝融合起来 起了这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尊贵的称号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 在整个中华朝共体系内 只能有一个皇帝 不管你是外藩还是皇室 你顶天的能被封为藩王亲王 你不可能有第二个皇帝出现 因此我国古代是怎么称呼日本天皇的 前期我们叫窝王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认为他就是窝国 后来经过了解人家叫日本 好 那我就叫你日本国王 而且在明代 我们真的册封过日本国王 还给过他日本国王的印信呢 而那个时候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国 所以整个朝鲜半岛对日本天皇的称呼 就是日王而不是天皇 皇只有一个 那是中国的皇帝 你日本哪有资格称皇 而且以前我们还跟大家聊过 说越南统一之后 上书给了当年的大明王朝 称自己愿意做一个藩王 尊大明皇帝为主子 大明皇帝当时就册封了越南国王 也给了印信了 那个时候越南国王在国内自己称帝 小朝廷 我是个皇帝 但是只要搞外交就不敢称帝了 就只能说我是越南国王 我是大明的藩属啊 所以对于中国人看来 在中国人认知的世界中 只能有一个皇帝啊 那么日本你就不能叫天皇 只能叫国王 而真正中国人也好 韩国人也好啊 称呼日本天皇 那都是近现代的事情了 说实话 近现代之后 全球范围之内啊 王朝已经没有了 有国王那几个国家呢 也都是君主率限制啊 国王是虚军 日本天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权利 你叫他皇也好 叫他王也好 那都是封建时代的事了 跟现代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韩国为什么今天 要重提日本国王这个字眼呢 这实在是因为日韩矛盾 根本还没有得到解决 韩国要利用一切能律用的机会 再次的羞辱日本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下期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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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